哈喽哈喽,我是Dragon,又来一集 这两天大家都了解到了加拿大的大罢工 好多人也问我,我作为政府的雇员 我是不是也参与罢工了 对于我这个罢工有什么看法 我个人觉得大罢工是应该的 当然我不是罢工中的一员 因为我们的工会跟他们不是一个工会 我们是区域性政府下面的工会 然后他们是联邦下面的一个工会 我有朋友也在参与罢工 我觉得他们对这个要求是比较合理的 但是加拿大政府可能比较穷 没有钱给大家出这么高的工资 最近在纠结他们纠结的一些点是什么 主要的纠结的就是我目前觉得他们就纠结的是两点 第一点呢就是 这个工会这边要求给 要求说是三年时间 每年给他们这些政府的这些员工 他们工会的这些 就是加入他们工会的这些政府的雇员 每年要求涨薪4.5% 每年啊 涨薪4.5% 然后呢 连续涨三年就总共涨到13.5% 然后政府这边呢说给出了一个条件 就是说我每年只给你涨3% 然后三年涨9%嘛 就总共9%的涨幅 他们就觉得说是这是一个 嗯 比较 政府说给你涨9%最多了 这边说不行 我就要涨13.5% 然后另外一个中文的点是什么 另外一个中文的点就是说 呃 政府的雇员这边呃 就是工会要求说给 联邦的这些人要有一个work from home 的权利 就是说 flexible 就是他每周可以两到三千或者三到三到四千 一般可能就两到三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在家工作的权利 work from home 因为很多像省政府呀 包括像我们这级的这种政府 他也就是慢慢的正在实行这一些两到三千的这个work from home 的这些政策 包括我可能过实习过完这个适用期以后到 这叫适用期还是实习期 我也不知道 他叫pubation 就过完pubation以后到九月份以后我就有权利 每星期在家工作两到三千吧 你可以选择根据就是部门的安排 假如说你选择是两千或两千工作在家里面在家里面工作 work from home 但是呢 现在嗯 就是 政府这边联邦政府这边不同意 所以说首先的话就觉得你在家办公的工作效率很低 在家办公你家里有宠物呀有孩子呀 就这样又那是不是就会影响 就会影响这个你的办公的效率 效率会低很多 然后我朋友也身边的朋友告诉我 work from home是效率会低很多 你会哎呀会去拿个零食吃一吃啊 这样呢对吧 他效率会低一些 所以这个工会呢这边坚持需要说我要有一定的这个flexible work from home 的权利 政府这边不同意 现在就是 一直在僵持 僵持阶段就是 他们好像谈了几次都谈崩了 现在一直在抗议 抗议他们就 前几天好像只是在游行嘛 现在好像是要就封锁一些路口啊什么的 我个人觉得这个罢工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这个在联邦阶段他们的工资好像不是说特别高吧 在联邦阶段工作的工资本人就不是特别高 再加上这么大的这个通货膨胀 说是什么只有百分之十几 我不知道这个通货膨胀具体的定义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这个物价至少涨了一倍吧 至少在我看来物价至少涨了一倍 一桶油原了二十来块钱 现在四十多块钱 那你说不是涨了一倍是什么 我不知道这个通货膨胀这样算能算成什么样子 房价 房价也涨了不止 房价温尼泊的house原来是五十来万 四十多万五十万不到吧 现在就七十多万 六十多万七十多万 你想想这涨了多少钱 但是工人的工资不涨 你怎么实用生活啊 你才涨百分之十几 我觉得涨百分之十几已经算是 十三点五已经很少了 知道吗 你没多少钱 你一年的工资 假如说是 一个月假如说你收入四千刀的话 一个月收入四千刀 涨百分之十的话 就是四百块钱 是吧 那还是税税钱的收入 他们可没有这么高 一个月可能涨三四百块钱的收入 可能就这样 一个人 其实没有多少钱 就是比你 你现在去一次这个商店 不是叫商店 这边叫什么 呃 外码呀 或者是一个superstore呀 或者是costco 买一买上一周的吃的东西 说两三百块钱吧 至少两三百 你去costco一趟没有四百块钱 是出不来的 以前可能一两百块钱 你买好多东西 现在四百刀感觉也买不了啥东西 就是个物价飞涨 然后大家都没钱呀 你怎么生活呀 你不不长的工资怎么生活 就靠就靠那点工资怎么过日子 你涨一点也不愿意涨 现在大家都很疯 就是卡在这个位置上 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但是我个人觉得 他这个要求是比较合理的 但是work from home这个要求 我不知道是不是合理 因为我没有在家工作过 他们说效率很低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去 呃 你想去投入 全身心的投入工作的话 你效率应该是很高的 不管你在哪里工作 都是一样的 把门一关嘛 好好在里面工作就行了 但是涨涨薪资的这个 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要求 然后CIA呢 也是他们其中的一个 也属于他们 就是税务局嘛 税务局要求好像是 涨百分之三十 这个他们就说太 就是太贪婪了 不合理 但我觉得涨百分之十几 应该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 就是对大家目前的这种 呃 生活来说 因为压力太大了 你呃 好多人签的签的这个房贷 是flexible的 就是你的房贷一个月 能涨一千刀 你想想 你收入 也要说税后两千来块钱 三千块钱 房贷涨一千刀 然后食物比以前支出多一千刀 你以前你还吃不吃饭 整个家前 你家里还有没有什么水电呢 开支 没法生活了都 能不起来闹饭造饭吗 是吧 我们这个也涨了 好像之前我看那个工会说 实在我入职之前 他们好像都谈判过了 谈判了好像张三年涨百分之九点五 是这样的一个 呃 就是这样的一个部署 每年好 第一年涨百分之三点五 然后后面再涨百分之三 第三年涨百分之三 是这样的 然后你做一个 我再说一下 说到这个工资这块 我再说一下 假如说你入到一个这个政府性的企业 政府性的公司或者是企业 他会你第一入职以后 他现在会一般会给你分三到五级的一个状态 就是说你入职的入职的时候 他刚给你拿百分之七十五的工资 就是你全全的工资百分之七十五 第二年的话 他会给你把百分之八十五 还是百分之九十 第三年给你百分百分之百的工资 就是说是这样的 他不是他分三个不同的阶段 不说你入职就是你的全要工资 这边跟国内还是不一样的 他是分三个阶段给你的 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 就给你的 我这个好像掉第三年是47块多吧 就是每小时 就第三年的话是47块多每小时 是大概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不知道我把这个东西给大家说清楚 就是现在就是工会和联邦政府 就是现在在抗衡 这样因为这个事情呢 会好多人就是他们每天上街四个小时嘛 站街四个小时 然后工会会给他们发 每小时十四五块钱的样子吧 每人每小时十四五 然后剩下的三个小时要去办公室上班的 就是这样的话 你会导致很多的这种 就是一些申请会积累下来 假如说你申请一些 报税啊 你的报税可能会被delay 或者你申请加拿大境内你要出去旅游 有些人要换护照啊 delay 然后你的pension 有可能会delay 有可能就等等 这些东西就是包括你申请移民的 移民也属于联邦阶段 就是联邦的政府的这个批准 大家就是什么RCC啊 这些也可能会delay很长时间 就是这样的话 它会导致民怨 怨声载道吧 如果我觉得政府够狠的话 出一个损招 就是政府够狠的话 就一直等着 我就不够给你谈 你罢工罢工罢 最后这个被羁押了这些案子 这民怨声载道的时候 你就没办法了 我不知道最后会以什么样的结局收场 加拿大的这种人 我还不知道他会以什么样的结局收场 之前反正那个叫什么 卡车司机抗议的时候 派了这个警察嘛 把他们驱赶了 不知道这次会以什么样的形式 把这个全国各地的这种抗议 因为他这个联邦政府并不是说我在 假如说我在哪一个城市在联邦 因为他这个联邦政府 在各个城市都有联邦政府的雇员 现在是全加拿大境内到处都有 从东到西 从多伦多一直到这个 我们这边的这个 维多利亚岛各个地方都有这个抗议的 我不知道他难道要派警察把这些所有的人都驱逐了吗 不知道 看一下特鲁德的反应吧 特鲁德都可以住6000到一晚上 还是7000到一晚上的酒店 也不愿意给他们的这个雇员多发一点工资 特鲁德给自己的这个私人顾问 他们有这个政府的顾问公司嘛 好像很高很几百万几百万的年薪都是 给他们发钱 不给他们这些干苦力的劳工发工资 好吧 这就是我目前的了解 就是如果说有新的 有新一步的这种 斗争或者是有新一步的这种结果的话 我再给大家去更新一下吧 这就是我对这个 这两天大罢工的这个了解 他们目前好像有将近16万人在罢工吧 16万人参与到了其中 工会的主席呢 天天在喊话 不知道特鲁德他们这个联邦政府会不会 做出进一步的妥协 或者是工会做出进一步的妥协 最后妥协到10.5%或者11.5% 达成一个妥协 好吧 就录到这里 拜拜